双方的体型都是都相伤 应该说开局打得都非常的稳健 漂亮 但是呢 起来的也非常迅速 我看到重心感觉是相当的不错 我们看到巴西通过这几拳的出法 看到他的拳不是很专业 对 但是呢 他扬长臂短 他是用一些乱拳来干扰戴双凯的技术节奏 看到目前为止呢 他那个战术的使用还是成功的 他现在一直都在身体呢挤压着戴双凯不给他有喘息的机会 戴双凯呢我们觉得他也是比较聪明 他也是不急于跟对方过早的到地面绞杀 对如果说打拼拳的话 我感觉通过刚才这个双方运动员这个交手呢 戴双海的拳要比这个尼多尼西亚这名选手要好一些个 加强一些腿弓 腿弓干扰才能给拳反的冲造条件 漂亮 我们看到戴双海的一个摆拳 非常漂亮 这拳打得非常凋冷 还有机会 好的 戴双海呢现在在场上的不法运用啊 应该说的还是非常的灵巧 所以是通过双方这种拳的这种一交声呢 我们就感到戴双海的拳在拳术上 在综合搏击的拳上 要比对方要占一定的上风 但是呢也不能大意啊 我们觉得有时候想乱拳打倒老师傅 有的时候这个没有征法的拳法 有时候反而呢是最有威胁的拳法 对 戴双海呢又是用冷拳 冷拳 在双海呢 他的擅长的这个基本技术呢 就是他是一个散打运动员出身 在散打 在国内的散打界呢 他都有一定的证明度 他在 在经受一年多的这个把戏柔术的这种训练以后呢 应该说是一名比较完善的一个综合搏击的运动员了 从这个比赛开始这几分钟来看呢 双方给我们展现的都是一些个拳的技术 在腿和摔上还没有进行任何的这种施展 但是来自印尼的红方选手啊 我们觉得虽然这个拳打的不规范 但是呢给大家感觉了有点怪拳的感觉 对 但是还有两次呢 这个在躲闪之后啊 发现了这个躲闪的节奏有点不对劲 他还是挨上了对方的拳 他的防守能力很强 而且呢 大拳的之后呢 出腿的这种意识很强 对 他拳腿组合啊 他有一个互相的呼应 创造条件 哎呦 尼尼的选手的耳根呢 已经被打破了 耳根应该是被打裂了 所以也可见呢 戴崇海的这个拳头啊 确实着实是有分量 要进行一下治疗 这样也是暴露了印尼选手呢 他对自己的头部防守 应该说呢 还是欠一些火候 我看到这个期间呢 戴崇海是非常规矩的站在中立脚啊 好的 这两拳呢 应该说呢 这个还确实是 对戴崇海也造成了影响 您您选手看看 我们看到他这种 他这综合模擒的能力的 还是比较强的 踢中带来 刚才现在 他首次转到了地面 我们看到他现在能不能 抓住这次比较难得的机会 而且面对着一个地面柔术的 这种什么绞杀的高手 看看两个人的柔术 谁又更高一筹 因为从刚才的这个 几分钟的拼打来看 双方的这个全数 拼分秋色 现在我们看看柔术 在地面擒拿上 谁又更善上风呢 从台湾海的面部看 对方的几切乱拳 也是给他造成了面部的一些影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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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我看你看这几个组合拳法啊 这个变线打的应该是来非常到位了 但是戴双海的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强 好的 这一拳比较有力量 所以也不能大意 因为这个戴着这种搏击手套 是相当说比较轻薄 所以一旦打中以后呢 这后果是非常严重 好的 这个派出来非常的漂亮 他这个 这个拧劲 我们把对方撂到以后啊 我们看到在当时还要扩大战果 好的 已经呢 抓住了对方 战争了主动 颈部 颈部有机会 颈部 我们看到这个战果 哎呀 没有能够扩大这个战果 这个对手呢 毕竟也是一个巴西 格雷西柔术的一个专家 他刚才对着这种颈部的摆脱呢 非常的迅速 而且很轻易的就摆脱了 而且呢 由被动变主动 刚才对方呢 从四高四上而下的这一拳呢 应该说呢 还是很有威胁的 是 这种这种打法呢 来讲呢 如果说打中的话 的确这力量是比较动的 有很多朋友呢 也是对于这个地面技术或者叫柔术 大家感到有时候比较生疏 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建造的柔术呢 多流行于巴西 但是呢 最早还是来源于日本 日本的柔术呢 其实也是源于我们在中国 明朝的时候的一些勤拿技术 所以对于那个日本的柔术发展 有重大的影响 所以现在呢 我们这个替打摔拿技术 全面的体现 那么也是更好的展示了 我们武术的风采 好的 由于双方没有任何技术的施展 所以裁判员的停止比赛 比赛从战力开始 应该是一场持久战 那么这两个选手都要做好 一个分成充分的准备 从几个几分钟的较量来看 双方呢 是实力相当的 要想速战速决 应该说呢 都有非常大的难度 对方这个拳 因为说这个表现出了 确实是 基本功呢 是不是那么规范 对 但是力量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一旦打上 一旦打中以后 还是比较危险 但是反正刚才 这个摇闪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因为正好在对方 这个勾拳的攻击的路线范围内 你看 好的 有一拳 对方这几个组合 好的 下手的勾拳 打变线 对方这两个变线 应该说还是在败中取胜的一些 有可能啊 我们觉得这个结果 会使大家感到意外 所以我觉得双方一团 都不能够大意 双海尤其在防守上 尤其注重对方 盯好对方的后拳 后拳有时候摆过来以后 力量还是很大 而且呢 突然性也很强 我看我们双海也是比较聪明 因为对手也是一名巴西柔树的专家嘛 所以说的基本上就没有跟他进行什么地面的进攻 在双方在拼这种战力技术 在拼拳的技术 好 一个抓住机会 抓住机会来一次进攻了 但是这两个双方的危险都是共存的 共存的 好的 一个扣勾 现在呢 现在呢 单仲海是要用拳法来砸对方 哎 你看你看 我们看到这个 阴级队拳手的确是非常的老道 这种不利的局面呢 很轻易的就摆脱了 好的 手掏进去 机会来了 手掏进去 继续 哎 位置不是很好 位置不好 位置不好 好的 手进去 没有 始终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这种位置 将他的颈部锁住 哎 因为对方非常聪明 对 他的眼神比较老道 在这个最初的这个起点的时候啊 就把这个对方的这个 拉解掉了 分解掉了 分解掉了 他根本没有机会 所以在比赛中啊 很多运动员确实也是要通过 通过比赛 很多实战的技术呢 在实战中才能够得到提升 好的 方方 坚苦的这一个回合 咱们 大家 继续 有 继续 聘 培